今天娜娜要跟你分享的是极简人生的255时间管理法则 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 我们来讲的是这个255的时间管理 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去采用25分钟做专注一件事情 5分钟进行一个适当的休息换脑和休息眼睛 这样子的话会给你接下来的这个25分钟 有更好的精力更高的效率去完成这个事情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呢 我觉得25分钟左右 我可以集中精力的关注到一件事情上面去 是可以再延长一些的 所以呢在我去执行这个时间管理法则的时候呢 我会把它延长到半个小时左右 到40分钟我觉得可能就是已经到一个极限了 因为我的眼睛是已经受不了 或者是我的这个颈椎和我的腰椎啊 我觉得就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啊 或者是眺望一下远方什么样子的 可能每个人忍受的极限不一样吧 但是呢作为这个过来人啊 我已经不再是20多岁的小年轻了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当我就是不管不顾的 就消耗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你到了后面的几十年 你就真的是知道这些债是要还的 那用眼卫生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特别是在孩子们的这个iPad啊 或者游戏的时间上面 我觉得这个255的时间管理也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小孩子们他们能够集中精力 专注到某一件事情上面的时间真的不多 我说的是黄金时间啊 而不是在那里脱脱塌塌的 这个干了30分钟40分钟 但是实际上它集中的就是25分钟 25分钟以后你就要可以让他站起来 或者是舒缓一下 不要用眼睛继续再看这个电子产品 或者是非常小的文字去读书写字了 我觉得就是可以在你家孩子身上 可以去探索出一套最适合你自己 和你家宝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管理法则 重要的道理啊其实不多 关键是看你会不会去应用到你的实际生活当中 如果说你在没搞清楚之前 你就胡乱的用一气 可能再好的道理啊 在别人那里成为了一个助跑神器 在你这里呢反而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 完全实现不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极简人生当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啊 就是很多北欧人啊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准则 但是呢在这个准则之下 他也有自己的一个适度的调整 是不是完全适合你当前的认知水平 和你的实际生活情况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灵活处理 当我们学习了很多生活准则之后 是不是完全适合自己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在实践当中去做到的 了 Bourd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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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